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拿鐵 今天要玩的是Arena Playout 暗區屯尾 今天這集要跟大家分享 前線要塞這張地圖 每一個撤離點的撤離方式 這集會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然後讓有些玩家不知道怎麼撤離 看完這集就會懂了 首先分享一下這張地圖 最重要是前線要塞下面這個區塊 這區塊暗藏了很多寶箱 在B1一樓跟二樓 然後如何進去的話 特別做了圖片來跟大家分享 下方這個區塊有三個入口 分成左邊中間跟右邊 右邊這裡的話 很多玩家會稱它為老六房 老六房這邊的話 進來後往左邊走 就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橘色的拉閘 開啟後大概一分鐘左右 藍色這個門就會打開了 打開後就可以通裡面 接下來是左邊坦克房這邊 它外面有個黃色的拉閘 一樣開啟拉閘後 大概是一分鐘左右 坦克房旁邊的小門就會打開 就可以直通裡面了 最後要分享的是卡車房的入口 從中門走進來後 右轉進來後 會看到牆上會有個拉閘 拉閘使用後 約等待1分40秒 通往內部的鐵門就會打開了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撤離的拉閘 從中門進來後 左邊這裡進來的話 會看到一個紅色拉閘 這個拉閘的部分 可以開啟雷打戰跟礦洞的撤離點 礦洞的開啟時間是5分鐘 最後20秒才能撤離 它是無限開放的 所以只要每5分鐘倒數結束後 就可以回到前線要塞中間的地方 再開一次紅色拉閘 去打開礦洞 雷達在這個撤離點 開啟時間的話是2分半 僅開放一次 就是如果有撤離過 雷達站撤離點 就不會再開啟了 關閉後 拉閘就只能開放礦洞的撤離點 再來分享水渠的出口 出口的話會在B1 它的拉閘的話會在2樓 紅卡房 這個房間的右邊 會看到一個紅色的拉閘 拉閘開啟後 就必須跑到B1水渠 這個位置 使用橡皮琴撤離 這個撤離點的話 是僅開放一次而已 然後特別注意就是 每一個撤離點打開的時候 會有精英的遊蕩者出現 槍法非常的準 如果一步六神的話 斷手斷腳是難免的 甚至一發直接爆頭 送你回家 所以要特別注意 在拉閘後 在撤離點的附近 就會自然生成了AI 他們是憑空出現的 然後他們的槍法比較準 所以在打精英遊蕩者的時候 可以準備一些燃燒品 甚至探頭射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要說直接跟他們鋼槍 有可能會直接BBQ 再來分享最安全的撤離點 就是東部封鎖線跟西部公路 這兩個的話 只要看到紅色煙霧 沒有攜帶背包的狀況下才能撤離 所以說如果你發現 時間差不多來不及了 那你就趕快把東西清一清 然後把背包卸下後 就會自動撤離了 大概10秒內 就可以撤離成功了 東部封鎖線跟西部公路的部分 也是無限時間開放 通常如果你從右邊開始的玩家 撤離點就會在左邊 左邊開始的玩家 撤離點就會在右邊 所以一場的話 總共會遇到的是4個撤離點 好的 以上就分享了 前線要塞所有撤離點的畫面跟時間 算是補充之前影片 沒有詳細帶到的部分 那如果任何想法或是要補充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你喜歡 追訂閱我的打開通知鈴鐺 也可以幫我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的朋友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